9月3日,成都市卫健委通报,9月2日零时到24时,成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5例,其中3例为外省来荣闭环管理人员,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0例,目前成都市共有高风险区254个,中风险区239个。 3日下午,记者前往成都市新都乡城体育中心,实地探访承担来自成都市大量核酸样本检测任务的四川省人民医院气磨方舱实验室。 换上防护服,记者走进气磨方舱实验室看到,这里安置着6个帐篷,分别由一个样本接收舱,两个样本处理舱,两个扩增舱,一个试剂配置舱组成。 我们这个气磨方舱,它在对我们四川、成都全员的这个核酸检测任务当中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队伍可以达到5万以上的样本的检测能力。 来自四川省肿瘤医院的庙宴承担气磨方舱实验室的前处理工作,他们需要将采集的核酸样本进行消杀,再拆带扫码录入。 我们是属于气磨方舱里面的前处理,采集的标本送过来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消杀,然后拆带扫码录入,然后整理好以后呢,就送到我们的核酸检测组,然后他们进行下一步的检测。 走进样本处理舱,检测员们稳步有序地进行核酸的提取工作。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的吴宇璐向记者介绍,目前成都全员核酸检测,实验室每天接收大量样本,但不管样本有多少,他们都必须保证样本每天清零。 教育在医院实验室提取核酸样本,无语录坦言,气磨方舱的空间相对没那么宽敞。 据了解,四川省人民医院气磨方舱实验室核酸检测队刚从海南支援回来,刚结束隔离又投身成都抗疫工作。 正在扩增仓不停地露入核酸检测结果的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徐慧娟表示,自己刚刚结束隔离,接到成都重新建气磨方舱后,她又立即到岗,隔着防护罩,她笑着表示,家乡有难,她必须要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我们能为成都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的,可以出来做一点,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希望我们的城市尽快地回复正常。 我们非常有信心,只要我们这个工作的那个正常开展,然后能够定时的,就是在最短的时间把报告发出去,我相信很快,我们大家都可以恢复正常,我们有这个信心。 为了保障和服务成都市全员核酸检测,按照四川省卫健委和成都市部署,气磨实验室发挥机动性、灵活性强的优势,全队人员克服困难,在新都区的全力配合下,仅用了14小时, 就使气磨实验室进入运行状态。 我们整个队伍是整建制,从海岚援助回来之后,就全体又搬迁到新都气磨方舱实验室这个工作。 虽然说在那边连续工作21天以后,我们隔离完,马上投入到新都的这个实验室工作。 大家仍然是精神百倍,信心满满,因为之前我们是为海岚而战,现在我们是为四川为成都而战,大家都很有信心。 我们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这场战争,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据悉,从9月2日上午8时30分开仓到3日20时,四川省人民医院气磨方舱实验室已接收核酸标本7.7万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